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台北市长宣战到数百日,民进党参选人姚文至今前往设子市场发表冲刺宣言。 姚提到,他明白从提名他出现,跌破一票人眼镜,我更清楚,几乎没有人看好我会当选, 但会把议员高嘉瑜对他说过的明知不可畏而为之放心上,话不可能为可能,让台北再添一份惊奇,他也搭实施热潮, 送在场媒体85度C咖啡,呼吁外界不要抵制,千错万错,是中国政府的错,并邀请对手柯文哲, 盯手中一起买咖啡相应姚文至宣战到数百日冲刺宣言如下, 我是姚文至,我是一个曾经被打趴在地上的人在过一百天就是台北市长选举的日子, 今天,我特别选在设子来发表我的冲刺宣言,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首先,设子是我立即台北市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没有是林设子, 葫芦堵,设子到居民的支持,就没有今日的姚文至, 对于这些好友,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第二,这里的设子岛是台北重要的防洪防灾重心, 但水河和基隆河会聚在这里,这里的居民多年来都在等待一个妥善的都市计划。 设子岛为了成全整个大台北的发展,畏惧了超过半个世纪。 我认为,设子的都更,设子岛的发展都不应该等下去了。 今天选择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各位的等待,即将结束, 我会用尽我所有的力量,争取当选市长的机会, 翻转设子,翻转台北,让各位看到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承认,到目前为止,这场选战,我没有打好。 我知道,我让很多人担心,尤其是我们民进党的支持者, 心中普遍充满了焦虑跟不安。 在这里,我愿意向所有关心我的人,至少我最深的歉意。 同时,我也要向过去这一段期间,依然坚定站在我身旁, 支持我,鼓励我的人,至少我心中最深的歉意。 民调不好,我说过,一切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任何埋怨,也不会去责怪任何人。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天,站在各位面前的, 是一个曾经被打趴在地上的人。 过去这几个月,我看过各式各样冷嘲热讽的网络贴文, 我经历过各式各样的攻击与羞辱。 身为一个政治人物,最难堪的事情都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 不过,这一切,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只有感谢,没有怨言。 谢谢那些批评我的人,你们让我更坚强, 让我知道我的不足,让我知道,要成为台北市长, 我必须更调整我自己,甚至,改变我自己。 从上个礼拜开始,我相信,各位媒体朋友, 以及台北市民朋友都已经知道了。 党内一些好朋友陆陆续续来到我的团队协助我, 挥别过去,砍掉重练。 民进党和蔡总统的态度已经很清楚, 姚文志就是民进党提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 姚文志可以战死,但是绝对不会投降。 我知道从一开始就很少有人看好我, 我会被民进党提名已经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 我更清楚,几乎没有人看好我会当选市长。 不过,高嘉宇议员有句话说得对, 我参选市长,就是明知不可谓而为之。 在未来的一百天,我会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我会用尽我的权力,拿出我的诚意, 促成党内最大的团结。 我也会拿出我的专业,用政策来说服台北市民。 我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我要让台北这个原本已经充满惊奇的城市, 再多一个惊奇。 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 手上都有一杯85度C的咖啡。 这是我今天特别要求我的工作同仁帮大家准备的。 准备这一杯咖啡, 其实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和风险。 事实上,我昨天跟幕僚讲要这样做的时候, 许多幕僚纷纷劝阻我, 在这个许多人想要抵制的风潮上, 千万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 不过,我告诉他们,千错万错, 是中国政府的错, 台湾人不应该在中国打压的当下, 反过来责怪自己的同胞。 我们当然可以有千百个不同的理由, 不支持这个企业。 不过,这一次, 我肯请大家考虑, 背后那只黑手。 从切断我们邦交国, 强迫外国航空公司将台湾改名, 到今天的85度C咖啡, 中国政府对我们的打压, 已经到了连喝一杯咖啡它都要管的地步了。 现在是一杯咖啡, 以后会是什么? 然后,如果我们今天再不站出来, 台湾还剩下什么? 所以,即使我知道, 我可能会惹怒现在还在气头上的网友, 我还是要呼吁, 我们不应该抵制85度C, 我们应该反过来支持这些企业。 该谴责的是中国政府蛮横的行为, 而不是那些被迫表态与妥协的企业。 至少,我们要让他们知道, 当他们在被中国欺负的时候, 在故乡台湾, 还有一群人懂他们的委屈, 懂他们的无奈。 在这里, 我也要邀请国民党的丁首中候选人, 跟我一起支持这一杯咖啡。 国民党可以宣称纠二共识有多么美好, 但是, 我要请他们看一看, 我们的总统只不过去店里喝了一杯咖啡, 中国就用这种方式对待台湾的企业, 他们愿意活在这样子的屈辱里面吗? 同时, 我也要呼吁柯文哲市长, 如果他愿意, 他可以跟我一样, 买一杯咖啡送给市政府的员工。 柯市长这几天一直在说他很委屈, 我要告诉柯市长, 你不委屈, 真正委屈的是那些被迫要说两岸一家, 心才能保住自己身家财产的企业们。 如果你也认为他们很委屈, 就请你买一杯咖啡, 用行动来告诉我们, 你懂得他们的委屈, 你愿意跟他们站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 台北市国家首都。 身为首都市长, 要有担当, 要有魄力, 要敢在巨大压力下站在国家这一边。 一百天过后, 首都将会选出新的市长。 那个人会是谁? 我完全交给台北市民去做决定。 不管谁输谁赢, 我希望, 我们三位候选人, 都不要忘记今天这一杯咖啡的意义。 台湾只有一个, 台北只有一个。 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未来, 是不能拿来交换。 我希望, 我们三个候选人都能抱持这种勇气与坚持, 为所有台北市民, 示范一场有高度与有格调的选战。 我会从我自身做起。 我是姚文志, 我是一个曾经被打趴的人。 我经历过别人没有经历过的痛苦, 我更知道美好的未来是多么可贵。 感谢一路上挺我的人, 我也感谢一路上笑我的人。 未来这一百天, 我会把每一天都当作选钱最后一天来拼。 我知道, 努力跟汗水, 才能换来胜利的泪水。 我不会让民进党失望, 我也不会让民进党的支持者失望。 我会奋战到最后一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